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也修行了二十多年了 自己在修行过程 因为他修行的整个过程中 他要不断地培养你的菩提心 出离心 慈悲心 因为这是你成到必须具备的一些心地 就像肥若瓦的土壤才能砸出锁果里里 所以他没有这些心地你成不了佛的 你才能功德圆满 所以这些心地会不断地在自己的那些 他会显现到最后 时间越久慢慢地 如果你在心性上在逐渐地圆满以后 其实这个世界没有太多事可做 就是你会发现 那唯一值得你去用尽全力 用尽就是付出时间精力生命去做的一件事 就是叫醒别人 因为我们都是 佛说我们都迷失了 每个众生你看我们 他说我们本来就是佛 但是我执着成了这样子 他执着成了 每个众生都在自己的执着里写相了 在三维嘛 佛说他并不是他这个佛性还在呢 他没有损失半分 不管他轮回到地狱啊 轮回出来也没有损失 只是他执着 因为执着 所以他写成这样 每一个众生活在自己的执着里 那你把他的执着破了就叫叫醒他 教训他他就是佛 教训他他就是佛嘛 那你走到一定程度 你会发现这件事是最有趣的 剩下都是孟宗师 孟宗师呢不是说不好 他也可以做 比如说我刚才一个行动说 我们也可以做 就是说先生做的 就是去大家赚点钱 或者去做要带着一帮人去支付 这个也是善巧方便 因为众生心不完 因为没有安全感 如果有点钱 就像很多修行人说 老师等我挣了一袋钱 我背上去三顿跟你闭关 我说行 等你挣了那一袋钱 他其实不是很爱钱 他是没安全感嘛 因为有老人有孩子 是吧 有家人 他不爱怎么生活呢 是不是 他为了生宠 所以有安全感 他才去赚钱养家嘛 这个没有 但是这些事呢 也是可以做的 但是呢 最值得你去 其实就是从我的脚 最值得你付出生命时间的 就是醒来 如果我们始终在梦中的话 其实我们背着一袋钱 也不安心 那袋钱会花完的 那到底赚几袋钱 算是可以了吗 是安心 恐惧会 我们有了钱 我还恐惧健康 我还怕死 早早地死掉 还怕旦夕祸福 我甚至到我保证了 我没事的时候 我还怕孩子 怕孩子出问题了 会不会出去被骗了 或者是什么 你有超不完的心 如果每个人都从梦中醒来 是吧 如果你把你的孩子叫醒了 把你的妈妈叫醒 把你的亲人 每个人都叫醒了 你会怕他们出事吗 他自己醒来了 他自然会处理自己的因果 就算他为那个因果 付出了生命 那是他应该的 是吧 但是他是醒着做的 他知道在做什么 如果他不知道自己掉现金 那才苦呢 醒来的人就算下地狱 他也如月无悔 醒来就是 所以佛学里边说 醒来是佛 名为众生 其实这些话 都不是什么大道理 是生命处在不同阶段 一定选择做的事 就像很多 这个世界很多富人 赚了很多钱的人 他就会选择做慈善 你会觉得 他是不是很虚伪 或者他是不是在屑腹 或者我们没到那个层面 你是不理解 他没有其他事可做 谁对他不重要 就是他必须 他又更慈善来证明 自己的存在价值 他也 当然说他不是说成佛了 做慈善 他那是通过这一件事 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那其实修炼是一样的 他到最后 上包三重 下季三脱苦 但是他是活在 另一个生命境界 去做这些事 就是说那是他的选择 也没有说多伟大 也没有说比在地里跑 做猴树有多 有什么不同 只是说你活在这个境界 你自然 就像你做了人 你自然拿筷子吃饭 坐在这 那个小狗说 我就是拿爪子跑 也不见得人比那个小狗多伟大 都是为了活命而已 是吧 动物众生是 我们人类也是地球上的一个物种而已 每一个物种都有自己活命的方法 没有谁更伟大 在活命这一块没有谁更伟大 但选择做什么 选择在怎么活 是有等级的 光旭你说讲讲 大家其实都是理路 但做的时候做不到 心口做的时候 一到四就透不光了 所以要列功夫 列禅地啊 就是通过定力来 就是去 再去领悟佛里 然后开悟就醒来 醒来以后你会觉得 就是唯一最大的 就是说你在这个世界上 不是说你要去做什么 你的选择 选择做什么 因为你不是刻意的说 一定要做 做那些 要利益别人啊 什么就像 一定要忍若 是 你对这个世界的要求很少 你没有 没有太多需求的东西 因为你的心已经很满 很圆满 就是 你的心是圆的 你没有缺失感 没有任何缺失感 就算是你身体 比如我在咳嗽 或者我在病 我会 他对我幸福的生活 没有丝毫影 你的婚姻 你的爱情 你的所有情感 亲情友情 所有的情 其实你是一个人 或者两个人 都很好 都会碍于这个状态 而幸福地活着 就是这样 而且对这世界 没有太多的要求 对别人也是一样 对别人 对世界没有太多要求 有许散存在 也有许恶在那 有许 知道有因果 然后但是你还是 去恶相散 你知道因果在那 他恶不是说 只是他做的那节事恶 不是这个人 本来就是恶的 只是那节事恶 但那节事 为什么他做了那节事 是因为因果 所以你会叫醒他 有一天他醒来 他自然不会 他知道因果 恩恩月月是报不完的 今天他 他把他报了 明天他又开始报他 没完没了 用目自尽 就是你会活得踏实 是因为 你去选择做一件 利益别人的事 是因为你不再需要 照顾自己不需要 就是我们现在 自己心里有缺失感 自己还难受的时候 你在利益别人的情况下 就觉得很困难 如果你有功夫 你自己心里不需要 你啥也不需要的时候 就是说没有说特别 一定要要什么 油也行 美也行 油挺好啊 欣赏啊 有茶我们也能喝 白开水也觉得挺幸福啊 是吧 有茶也不是说 我不喝茶 我一定要喝白开水 都写得我多 什么 那叫什么 秦高吗 那叫什么 写得就是说 我一定要 不要住这个 我一定要住成 一定要写得 我像个佛地 不是这样的 就是你内心 不会排斥任何东西 也不是接纳任何东西 是你无所求 不再刻意要求什么 不要求 对生命没有太多要求 无欲无求嘛 那这个是要 劣功夫才能达成的 光说不行 光说 那你就是牺牲个奉献 你要光说 我要利益利益 那你自己这儿 还是缺一半的 就像有半个月饼 你自己饿得很厉害 你还得 你先吃啊 那就苦了 是吧 有时候利他 或者是布施 自己没有还给别人 是吧 那这个就是奉献精神 那叫奉献 没小心你就饿死了 就牺牲了 是吧 但是 但是在这个休息的过程 你说阿姨 毕竟空的状态去做 但是还是自己 有时候卡不住 有时候可能真的 把命也打扫 但是 所以要不断地 慢慢休休休 就达成了 有功夫 你无所求 你就有那个能力 你六二的时候 他也不行 你给他 你无怨就饿死 很开心地饿死 你无怨无悔 就是里边没有一丝的疑惑 和后悔 和悔恨 没有那些东西 没有那些东西 所以很幸福 无憾 就是做任何事都无憾 没有遗憾 但是不是说你选择的时候 不是说你选择这个 选择那个 到底哪个好 老师到底哪 学哪个也行 因为你无憾嘛 哪个里边能完美了 哪个也不完美 是吧 你选择了哪个都 最主要是你自己内心 没有遗憾就行 然后做个决定 这世界很多事 但是你 最终你知道你在做什么 那这需要一些修行 这叫修正佛吧 就是 智慧是需要修的 是 所以智慧 佛的智慧 不是只是一种理论 个概念 或者一种 慈善的东西 或者我这种 它是一种力量 能够利益别人的力量 自力利他的力量 持有钱 当然说我们说 有钱可以力量 现在很多人说 我有钱 我可以帮助到很多人 但是他会 他不幸福 他有钱也不代表 你给他很多钱 他也不代表很幸福的 是一生很幸福 但是给他智慧的时候 那就是 同时 当然这种智慧 是包含他 让他生命自在的力量 所以这个智慧 才是这个地球最高的东西 值得你终身追求的 佛陀的智慧 释迦牟尼的智慧 它是这种 生命自在的力量 开始它是 以理论跟界地进入的 但最重要是以功夫 是你理论结合 理事一如 理论跟事的结合 有时候我们说 有时候说 修行怕付出很多 修了很久 成功不了 修到啥算啥 你只要坚持 你总会有收获的 有时候这一生 可能我们时间很少 我们还要 又要工作 又要生活 我们都是大成道 走的 都在家的 你时间精力 本来就有限 你还要运出很多 世俗的事情 那在有些的 自己拿出 坚持的一些功课 里学习 再去留佛陀的东西 那略一份功夫 算一份呗 略两份 自在两份呗 那不一定说 我们走的时候 都能圆满正果 但是有一份 有两份 我们已经收 已经太厉害了 那除了这件事 还能做啥 其他事 都是佛说 都是时空幻境 你进去了 抓不住 最终真的是 万般带不走 临走的时候 什么样带不走 只有夜报水生 只有夜水生 不是佛学临死 你在这个世界 抓了多少 抓了多少 最后临死的时候 带不走 只有夜水生 那每时每刻 我们世界的 就是夜报 包括我们的思维角度 都是夜报导致的 我为啥这样想 你为啥那样想 就学一份 听闻一份 然后去修书复习 修一份 得一份 一份 就是说智慧 理论少 包括功夫的 定力上的 智慧的这个智慧 它这种力量 来最新的 打开 醒来 醒来的力量 你在梦中 你在梦中 你多努力 你最后也醒来 你抓不住什么 因为它就是个梦 你觉得你准备学这种智慧了吗 很渴望 很渴望 准备把这个世界看成梦吗 准备看了 早就听说 是你准备不准备 它也是个梦 什么 那你怎么样 你一直在梦里面折腾 生生事事 主要是我们这个梦做得太久远了 好 几万大劫啊 这是几少一年 几十一年 在这个梦境里 你已经 梦的觉得 真实不虚了 否则这个坚固 我想你不觉得太真实了 就像我们在梦中 永远不知道在做梦 我们晚上睡着 你在梦里面被追杀 你跑得可快了 是吧 你不知道吗 醒来还说 曹志道是个梦 让他追上看看是个谁 到底谁要杀我 是吧 我计划里面推秀 你计划 计划 你们做茶道的 都是要马上活在当下的 谢谢 功夫不许 功夫不许 你破了时空 这是功夫不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